今天進行最後一天的議題 絕對到最近大南市趁機安打這個局長 來實貪來未生愛這個議題 以外是炮聲不斷 這期大南市是黑金指導市長 是不是應該表明到泰兜 這次上三天就要選議長 民進黨的所提名 苦力力我都知道 陳凱琳當初是在國學 我們跟他盜索 跟他盜索 結果跟全大南市 跟苦力力起來拿給他 對這個不知道 所以你今天動向 你要讓我們知道 你有錢吃苦力力嗎 議員表示說 陳凱琳當初還要自己送到 政宏處來做調查 但政宏處調查之後 算是沒有下落 這也關聯大南市的清別 甚至還有風聲說 市長將要繼續讓他做局長 現在全國都知道 台南市是黑金的清智 那個黑金的清智 這關聯到 這關聯到我們台南市 我們台南市議會的尊嚴 市長的議題表 是說他沒有到日本 來找到局長的臨算 今天已經發佈的新的局長臨算 就是在12月中順 就決定沒有讓他做到局長 第一個 他在學校的教職 他也有表達想回學校 第二個 我們既認人選還沒有確定 所以我們不能公布既認人選 所以您剛剛提到的 對於陳凱琳的部分 我們大概是採取比較嚴謹的做法 要等到人選確定了 其實今天就會公布 但是因為剛好碰到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一方面剛剛提到 對個案支持 這個司法機關 對於制度 我們也會做制度性的調整 南天新聞 我們下期會採訪報道